哈登被凯尔特人全队公开羞辱了 再继续泡夜店这辈子就完蛋了 哈登在上一场低迷之后 丝毫没有反省或者回击 用更加低迷的表现告诉大家 他为什么叫做软脚跟 凯尔特人在场上已经完全风铃呀 全队都在集体羞辱哈登 不但在三分线外不防哈登投篮 连中距离都不管哈登投篮 就在防他的传球 关键是哈登还真就不争气 应是不敢出手 艰难突破到禁区边上了 也一如既往选择传球 然后就是被抢断 反过来在防守端 杰伦布朗追冒哈登的上篮后 面对哈登防守 一个大幅度后转身直接单打哈登 用乔丹一样的进球告诉哈登 你双腿跳不起来防个锤子 上半场最后时刻 连霍夫德都明白 哈登双腿废了 直接面对他防守 不管不顾 就是强行投进了三分 哈登为什么这么废 大概率是 他在技一后太开心了 又去了夜店狂欢 体力透支导致的 关键 李福斯不但不管还鼓励 李福斯公开说过 在淘汰狼网后 哈登去拉斯维加斯之前 给他打了个电话通知他一下 他告诉哈登 你是成年人 想干什么就去干什么 我不在乎 你去吧 养伤期间都能去狂欢 哈登第一场天神下班状态后 会不去夜店展示他过人体力 这个夜店 灯双腿就跟灌了签一样 现在连双手都开始灌签了 这场要是输了的话 是不是也会去夜店 释放输球的郁闷 对于 Shoulders 对于下立场这种 是不是也会去夜店